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我们继续 你好Simon兄 晚上好 今天继续讲我们七一分章的 29位受勋者 究竟是哪29位 请Simon兄 就和我们介绍一下 他究竟有什么功绩 其实最重要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他们每一位都是权贵 但是呢 这些权贵是什么呢 是平民来的 因为他们是受到尊重 和真是达到四大标准 而这四大标准 其实既是基础 也是最难达到的 所以我们知道共产党 所有去令到受勋的人 他是经过很严密的篩选 是确定他是得才兼备 这样才可以受勋的 不单止 还要超越人群 9千多万党员 才算得29个 我想而知多难 不过里面呢 也有一些已经过世的 以及有烈士在内的 今天我们就请Simon兄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好啊 Simon兄 好 Dalee哥 你好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们上一集 讲了一个共产党 因为中国共产党员是什么 什么人 他们有什么权利 党内的民主是怎么来的 有什么过程 我们上一集都讲了 也讲了就是 受勋这件事 七一分章是中共产党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产国的 质政党里面最高的荣誉 来的 受勋这29位党员 可以说是权贵 因为当时我们上一集都讲了 警察开路 礼兵列阵 列队 最高领导人的颁奖 这些就是权贵 但这些是共产党员的权贵 是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就逐个跟大家讲 Dalee哥说得很对的 其实这些人不是一个普通人 第一 我们在上一集就讲了 首先党员 他是一个先进的人民 首先是先进的人民 牺牲自己个人利益的 为了大家的共产主义 那个理想奋斗 这些才是叫党员 党员里面 更加可以找到这29位 标杆的人士出来 我们计算过 现在中国共产党员 大约有9100万人 那平均是什么呢 每1000万人就有3个 1000万人里面找3个出来 那就是落合彩 都难中落合彩 真的这么说 那我们今天就是第二集 就可以讲七一勋章的一些办法 是获得者 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那我们上集讲了大约的分类 那我们现在 这一集就逐个讲一下 他们是怎么样可以 成为一个给班仇勋章的一个普通的党员 那我们第一位呢 先讲一位呢 叫马慕者 那马慕者呢 他是安徽人来的 是汉族的安徽人 那他的经历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说他是可以 就是 这么厉害呢 那他14岁的时候 就是当时是1949年 就是那个解放 就是我们叫解放战争 他当时就是 就是有一个叫杜光作战 就是在那个长江 就是打南京这个时候的杜光作战 那当时的共产党的军队呢 是没有海军的 那当时国民党打算 以长江作为一个天线 隔开他们说 共产党是不会打得过来的 就是他们 第一个他们没有海军 没有船隻 没有足够的船隻 还有呢 这些兵呢 都不是 都没上船的 是陆军来的 上船啊 摇一下摇一下都暈了 是不是这么说 跟着他们在长江天显 在南边 就是南京这边的防线 他们有那些很多炮兵的阵地 有很多武器的对待 他们就一定能守到的 谁知道都是不堪一击 一个杜光作战 八万熊丝就过长江 然后就打入了蒋介石的总统府 蒋介石就是不走都不行了 那这位马武者呢 他当时十四岁的时候 就参加了这个杜光作战 嗯 那他呢 就在这个杜光作战里 他做什么呢 他主要是参船 参船去帮手 帮手帮这些教汉军 去过长江 就是帮一些军队过去的 嗯 那就不容易 因为第一个他年轻十四岁 十四岁那么年轻 第二个呢 他当时呢 总共是六次橫道长江 长江很长的 你知道也很阔的 他来来去六次 六次去运送了三批的減军 成功登岳 嗯 那就奪取了这个胜利 嗯 因为这个马武妹呢 其实呢 他是一个渔民家庭来的 嗯 是很穷的 家里很穷的 那家里有八个兄弟姊妹 他很小的时候呢 就一天穷了 就 埋了给人家做同样式 嗯 那在那个 他埋了他的家人呢 经常打他 骂他 那他就生活得很艱苦 嗯 接着1949年春天的时候呢 那当时准备在 那个杜光作战的时候呢 那这个十四岁的马武姐呢 就和他大佬一起去 他报名参加了这个叫杜光的突击队 那在那一年之下 1949年呢 4月20日晚上呢 就真的 这个杜光作战打向了 然后呢 这个马武姐 哇 很厉害 又快 又穿梭 又穿梭去 又一个很小的 小女儿 然后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 就是不怕死 很英勇 嗯 那1954年的时候呢 就是解放之后呢 那这个马武姐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这个马武姐呢 就是这样的 他呢 本身呢 他不是叫马武姐的 他叫马三姐 他家里排名第三的 他家里都是窮的嘛 嗯 都免得帮他起名啦 哎 你第三啊 三姐啦 嗯 那后来解放之后呢 曾经 那个毛 当时的 毛泽东主席呢 是曾经接见过他的 嗯 接见过他呢 叫过去他的家里吃佛 那时候有问过他 就说 哎 你叫什么名啊 他说我没有名啊 那接着他就 不如说 不如你姓马 我叫我姓毛 不如你叫马武姐 那他的名字才是这样的 哦 那马武姐呢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典故来的 就是这样的 马武姐 那马武姐呢 他那个 在当时这个年代学 就是你想想他 他可以这样 给一个毛泽东主席 当时是 就是大家都觉得很神圣 一个人去接见他 还有呢 也都有 那个帮他起名啦 还有他当时 他去北京参加国庆的官礼 就是他等于是很高荣誉的人 嗯 是吧 很高荣誉的人 那这个很高荣誉的人呢 那当时在这个年代呢 就是人家说 哇 你认识这个官很厉害 你还认识毛主席 毛泽东最高的官 还在 他还请你去吃饭 是吧 那理论上的话呢 如果是现在这个社会不得了 嗯 是不是这么说 现在这个社会 哇 我和某某某高官有联系 我还不做 做生意也好 我找着好 我不是有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搞 是吧 那马某某某呢 他虽然去到北京参加官礼 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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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下北京 天安门 去参加 那个国庆官礼 这么高 那个层级的人呢 大家很低调的 嗯 很低调 那他 五七年的时候 因为他 没有读过那些书 嗯 那他五七年的时候 当时就是 他们当时的 院成的一个 促成的中学毕业 嗯 就是当时 你知道 我们有时候 有很多人探讨 为什么 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之后呢 我们的文字 做了一次改革的 就变成 现在的简体字 是 那因为就是 消灭文盲 因为呢 人力 人力资源 是一个很大的资源来的 但是如果这个人力的资源 都是很低级的 文盲 不识字的 那变成你的 生产力是不高的 嗯 因此呢 当时 共产党 一个最大的 第一 就是脱贫 是它一个 软期的目标 它近期的目标 就是消灭文盲 嗯 就是所有不识字的人 都教你识字 你起码识字 你先识字 你先识字 所以当时就 在文字改革方面呢 就把这个文字 就简单一点 就是令到 那个 学习起身 就会快速一点 嗯 就会快速一点 嗯 不是某些人 在抹黑 就说 哦 因为它 它 它觉得 我已经见到一个 新的 国家 我不 拿旧的东西 我要拿新的东西 显示我 意中不同 其实不是的 它是为了 大家 多些人识字 多些人去使用这个文字 不是不把这个文字 变成一个少数阶级所拥有的技能 要平民化 普遍化 要普通化 所以我们就 就将这个文字改革了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它是一个促成的中学 不移之后呢 就去一个 就是那个 麻纺厂 做工人 嗯 就是说 它曾经是麻纺厂 针迹厂 皮服厂 毛厂 什么厂 什么服装厂都好 它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工人 嗯 一直做了这么多年 做了这么多年 还有呢 它有一个最好的东西 第一个它低调 嗯 它居公不愕 是吧 它的公 就是国家觉得它是公神来的 嗯 但是它不骄傲 嗯 他经常说我有多少公 不要经常吹水 都很低调 都说我没事而已 就是它 它将这些这样的 就是它的功劳 就 放在它日常 不断去 努力工作 你想想 一个普通的 呃 呃 女性 就是一个工人做起 做到 车间主任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但是它还有第二件事 大家都 什么呢 就是它除了在日常工作中 積極 啊 嗯 你没有知见过啊 你知见过啊 你知见过啊 就是大家都很想 听一下你 就是想接近它 那接近它的时候呢 它都是跟大家讲一些 好东西 就是去讲正气啦 讲学习啦 啊 人生观啊 价值观啊 都做了很多很好的教育 嗯 但是呢 它这些东西不是 好像吹的啊 它是密密无民 做了几十年啊 不是一次半次啊 是不是啊 不是做了一年两年啊 是不是啊 就是从五几年一直到 做到二零零几年 做了退休 它都是 见人都是 跟大家讲 共产党应该是 怎样以生作识 共产党应该是 怎样去为人服务 为人民服务 嗯 就是这样 所以它是一个 其中得到这个勳章的人 嗯 那第二位呢 叫王淑茅 啊 他是一个海南人来的 海南人 那它 那个时跡是什么呢 它是1996年才入党的 又不是那些很老的党员 嗯 都算是 就是 因为之前我讲 那个马母姐 五几年入党 它是1996年入党的 嗯 但是呢 它是参加了很多次 就是 国家涉及海洋工作 特别现在我们在南海啦 和呢 就是在那个南沙群里的一个建设 和是当时 就是 你知道南海 那个民间维权啊 这段时间 它做了很多贡献出来 嗯 第二呢 就是除了保护了我们 就是 就是国家的那个 那个领海的主权啊 和海洋权益之后呢 它不单止这样啊 它最近是什么 是带领了群众 嗯 去造船啊 和去 去深海作业 又发展那个叫做休闲的御烈啦 又建立了一个海洋民宿啦 实现一个共同的支付 啊 共同支付 就是它除了自己懂得赚钱 在海里赚钱 就是带领一些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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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生意去运转 令到那些御民都 都大家都富起身 共同富裕 我们经常说 这个共产主义 就是一个共同富裕嘛 是一个共享的社会嘛 嗯 那不是自己有钱嘛 你要教别人 要帮别人 令大家都变成有钱 就是这样的 嗯 那这个王宣某呢 他一向都是御民来的 小时候 他的家里 几代都是在海南 啊 是那个 那些群岛里面生活的 那他对那些海洋知识很熟 因为你知道他在海里面长大的嘛 是 那他就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呢 就和我们国家的海军部队 提供很多 就是我们的岛礁的形状 因为他去出海 出海的时候呢 人家出海就是去捉鱼 他出海不但捉鱼 他还要留意我们现在的 这个岛礁的情况啊 结构啊 水文啊 气象啊 还有要看 有些什么国家 不战还是我们的什么岛啊 是吧 因为当时没有现在说 有什么北斗啊 有违星 以前没有的嘛 那就靠他们的移民去主动去回报 去到哪里 看到这个岛本身是我们啊 现在是被 就是可能那些人被越南霸了 将这些信息要带回去 是不是 带回去 就是他要在南海里面 做了很多这些贡献出来的 嗯 但是呢 他不单止这样 他还有一个呢 他是很大胆的 嗯 就是说 有好几次 特别是什么 黄岩岛的事件里面 嗯 因为他呢 有一些外国的漁船 经常都 干扰我们的时候呢 他真的是不怕的 不怕死 就是跟他们去 作斗争 特别在那个2012年 当时不是叫黄岩岛事件的 嗯 那黄岩岛事件就是 就是黄书楼和他的船队呢 就在黄岩岛附近 就是捉鱼啦 嗯 那当时有很多菲律宾的渔民 那些渔船呢 就去侵耀他们 嗯 那他就指挥 这些这样的 他们的船者 在海上和菲律宾的渔船呢 就进行了樊强的斗争 当时有几个菲律宾的渔船呢 就企图去越过我们的海域的防护线 而且呢 这些菲律宾的渔民都有船 菲律宾是和美国一样的 它是武器合法化的 就像我们去菲律宾旅游 这些保安都是配船的 有船实弹 那些保安真的配船 是啊 配船实弹的 上这些渔民都有船的 但是呢 他们都不怕 劝了他们 跟着还去 绑住他们 跟他们在那个 在我们的海岸线里面呢 就去维权 维权 通过了几天的船船 和那个 那个 对峙 最后菲律宾那些渔船就撤退了 嗯 维护了我们的领海的主权 和完整 就是他有一种共产党人 就是说 我们爱国 就是不怕死 好像呢 很简单 你在这么远的地方 在公海上 在那个南海上面很远 对不对 难听人 如果一个人软弱 软弱的 怕死的 那我就捉我的鱼 你捉你的鱼 你过来就过来 那些鱼不是我的样子 是在海里面的 但是他不是 他所谓的共产党员 他觉得 咦 我有这个这样的 要 要 就是怎么说 逆行者 就是人家怕 我就要向前走 我就要维护 我们国家的 这个领海的主权 我就要跟你斗争 你有枪 我都不怕 你准备不打死 我不怕死 对方反而怕他 人家说什么 合路相逢 是勇者性 没错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事迹 除了这个事迹 王岩道事件 最后勝利 有一个事迹事件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 981平台 因为当时呢 我们在南海 我们自己 有一个转井台 转井台 981 那天后 那当时越南 在2014年5月的时候呢 越南呢 出动了很多武装船隻 就想去干扰 我们那个转井台的工作 但是王宣谋 带领他们海上那些 他们十几个船那些 那些骨骼 日夜坚城 趕到西沙 中建岛南部 对于这些 搞搞震的越南的船隻 他们一样 去和他们斗争 阻止他们对我们的干扰 那很多时候 就是通过这些 就是维权 在南海主权里面呢 要坚持立场 和他的红线 就是面对这些生死之间 这不是这么简单 很多人都 在这些生死之间 未必有这么的胆量的 是不是这么说 他们用这些胆量 去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 不受侵犯 所以我说 台湾 这些中国主权的东西 是不能说的 和中文人说 是不是 这些是没有谈过预地的 我们普通一个渔民 没有说军人 一个普通渔民 也有这么的国 你说军人 怎么会怕你 这个什么呢 在台湾 是否这么说 没错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他自己呢 经过很多年的奋斗 因为他自己很聪明 我们说共产党人 是一个先进分子 他出之又有了自己的渔船 自己做生意 有自己的渔船 但是他有这些渔船之后 他还要拜领 知道大家去哪里 去哪里捉鱼 可以赚钱 他就带领 这些这样的渔民 一起去致富 一起致富 当他知道 他们有些人的生活条件困难 他就去资助他们 和教他们怎么捉鱼 是吧 在他们当时 他这条村子叫谭文村 一说起这个名字 就说这个真是好人 这个真是好人 一般不是自己可以 可以找到钱 帮助 大部分的渔民 就去赚钱 稍后就说了 发展一些休闲御热 民宿 都要去脱贫 脱贫 他不是说 只是以前 一些叫做 最表面的脱贫 就是你没有钱 我捐些钱给你 你没有衣服 就捐些衣服给你 不行的 他要教他 就是人家是仇人依鱼 不如仇人依鱼 就是捉鱼 教他捉鱼 他就是这样 就是带领了他们当时 南韩这一班人 从一个比较贫穷的 环境下 就共同富裕了 大家都有钱了 这个就是一个 王苏茅 这个 获得 这个分账 因为他这些这样的事迹 不是一次 不是半次 不是一年两年的 是这几十年 都是这样 每一天都这样做 他不是为了得到这个分账 而去做的 而是他本身就是 一向都是 就是物物物物物 每一天都做 因为他堅信 他作为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员 他就有 一些这样的标准 共产党员的标准 去要求自己 他继续这样做下去 嗯 嗯 那我们第三位的 车车分章的 或者者叫王箭山 嗯 那王箭山呢 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 他是一个八战的老兵 就是从1948年入党了 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 已经入党了 参加过很出名的几个那些战争 比如说和国民党打的 尿审战役 平津 铿宾 铿宾 两港战役 抗美元朝去朝鲜 也打过 嗯 还有 七几年 中越边境 自律还击战 也打过 哇 这么多场战亦都打过 哇 厉害 是呀 从最早的解放战争 到最新的自律还击战 也打过 就是 在这些战争里面 出生日死 是 他四次就到 就是 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自见 还有呢 他在那个最近的什么 他在那个 抗美元朝 在那个 跟美国佬打的时候呢 嗯 这场金城战役 嗯 那这场金城战役的时候呢 他当时跟他的战友呢 人很少的 嗯 但是呢 他们一定要守住一个阵地 就令到 就是给大部队争取时间 嗯 他就在这个阵地 守了四日四夜 嗯 总共打退了敌人的 三十八次进攻 嗯 你看过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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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津湖 每一次进攻 哇 飞机 炸弹 塔克车 就是每一次的进攻 真是拿命的 嗯 因为我们的武器 没有美国佬那么强 嗯 是吧 嗯 而且人就没有 因为你没有他那么多先进的武器 那么强的炸弹 那么多炸弹 嗯 所以每一次的进攻 你可以打 打退一次已经很难 他练续打退 三十八次进攻 哇 真的很厉害 所以当时 又获得了战道英雄 是吧 朝鲜都给他 就是朝鲜 当时那个 呃 呃 今天成 都仇给他一级的国旗分章 是吧 很厉害 是很厉害 是很厉害 很厉害 就是这个 但是他呢 他跟别人说 他说他 为什么不怕死 他因为要报个党恩 就是感恩 嗯 原来他十七岁的时候呢 曾经被 国民党当时的治安軍捉撞 那么准备要枪毙他的时候 当时是伯劳军 就是救了他们 嗯 救他之后呢 同时他加入了那个奸军 因此他经常说 他说如果没有那个党组织的营救 他早就死了 嗯 因此呢 他报党恩这种 心态呢 就一直在他的心里面 因此呢 他就 一直南征不战 嗯 刚才说错 跟辽宁打到港西 是吧 跟中国打到朝鲜 再打越南 是不是 他都一直都是 向前冲 很勇敢 因为他们 站着一个报恩的 那个精神 去打的 嗯 嗯 嗯 成功了之后呢 他回来呢 他又没有 他一直都 就是说 后来做了一个 在军队里面都做过军官的 嗯 但是始终都 保持他连结 那个品格 嗯 常常都维护好 就是积极维护党的形象 我们常常说 有时候我们 很多时候对党员的误解 可能 是某些 不是这么合格的党员 嗯 做或衰了这个形象 就是大家以为 哦 党员是这样 其实不是的 嗯 他一直都维护这个 作为一个党员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什么 就是连结奉公 嗯 连结奉公 好像他 有一年他做团长的时候 他的妹妹 啊 就 想 请他说 喂 我有个 你的外生 想当兵 你不如 叫他当兵吧 是不是 那当时他做团长 叫人当兵很容易 对他来说 举手之努 但他都拒绝 他说你一定要 通过正常的途径 去考虑 你一定要正常上去做 就是他不会 有半点的 假公制私 啊 这些很难得 就是当你 没权没得说 有权你都可以 去益 就是这么自律 这样去 去 去要求自己 这个不是一个 简单做到的事 嗯 不是简单做到的事 嗯 他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止是这样 他对他的子女 他对他的子女 都是约束得很好的 嗯 很约束 就是告诉你 就是这些公家的东西 是不可以 不可以占的 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嗯 举个例子 有一年 他们那个 他所负责的一个 地方 要做一些叫做 城区改族 那当时呢 你知道 当时开放改革 很多人赚钱的嘛 就是投标 嗯 就是投标去 去建楼 嗯 这个时候呢 他是做其中一个 項目考察组的成员 就是去考察这些 建筑单位 喂 这个年代 你去这些这样的人 每个都请你吃好东西 每个都 是吧 送礼啦 希望你可以中标嘛 去选他嘛 嗯 但他不是 他虽然有这个权利 他去了这个 郑州 去郑州去考察的时候呢 去到 当地 人家说 请他吃饭 他都不吃 他说 他自己考察组的人 在路边大排檔 嗯 自己 简单吃碗麵 他都不吃他们安排的午餐 嗯 他说一天吃了人家的东西 就 不可以 就是做到公正 嗯 做不到公正 嗯 那他 他不单止自己是要求 自己很廉结 他对他的子女都是这样 嗯 有一次他的子 他的子叫王克林 有一次有急事 叫不到车 是吧 那他当时 他们那个 他是降丘所 和驾驶员 不如我送他去车站 就是 你一直 要趕车 要趕车 接着你又叫不到车 那我不如送你去 他说不行 他说 因为你的车是公家车来的 嗯 我现在做私事 我不可以坐公家车 坐公家车是違法规定的 真正的共产党员 是的 就是这样子 不会以权谋私 是的 是的 没有以权谋私 所以变成了 他一直不单止 他的儿子也是这样 就是 他的家风 维持下去 所以就值得 去取得这个 这个分章 嗯 因为很多人 你想想 他当时 在打天下的时候 已经立下了这么多战功 你看回我们以前 历朝历代 嗯 这些人是什么 是分封的 是吧 做诸侯国的 是分封的 是吧 但是共产党人呢 就不是自己 也都说了 你入党 我们的党章写得很清楚 那章程 你入党就是为了人民 全身全意为人民服务 犧牲个人利益 是吧 不可以以歇无私 他真的做到 他就是用了一个党员 就是我们第一集 就是当时我找到那个 共产党章程 我读给大家听 里面的东西一样 就是按照里面 因为党员 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吧 他认认真真 几十年不便 这样做下去 这样做下去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很难得的党员 因为他有权 他没有用 他还要抑制自己 而且他又在当 立战功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英勇奋战 是吧 当时那些飞机大炮 坦克车一日 那些美国那些 那些多残忍 多残酷 是不是 他都可以打退了38次 进攻 真是很难得 真是很厉害 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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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简单 而且几十年余一日 还要约束自己的子女 现在我们发觉 某些年代 现在习主席开始犯贪腐 很多时候都是 这些贪腐都是 家企人出事 很多时候 早期的 他刚刚那个官员 都是很认真 做事才能升官的 因为我们说了 共产党 他那个升遷的制度 是很健康的 一个没有能力的人 很难去升到这个官 是不是 所以早期他不是一个贪污的人 他不是一个腐败的人 只不过当他 他去到这个位置 他忍不住这个诱惑 或者叫身边的人 家人 是不是 首先 就已经投降先的 所以他被迫贪污 很多人是的 到当时 收钱都不是他收的 可能他老婆收 他子女收 收一下 他没办法了 是不是都收了 就被这些糖衣炮弹攻合了 是不是 这位王健山 老英雄 一直都保持的 廉结奉公的精神 这个就是 他值得拿这个勋章的 一个 真正的军人 是 真正的军人 真正的共产党员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他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党章要求自己 是不是这么说 嗯 接着我们来 下一个 就叫做黄兰花 他是一个会族人 是会族人 来的 黄兰花呢 他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人 来的 他只不过是什么呢 他就是做那个 社区 因为大陆有很多不同的街道 街道是社区 社区服务里面 他就是街道办 他为了社区的人民 居民去操心 嗯 就是人家这些什么 十几年园 一天 总之他就 经常去帮别人 去处理很多问题 还有呢 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做了一帮那些资源者 就是很多人去做资源 好像他那样 他当时呢 他带领一个叫黄兰花熱心小组 因为黄兰花是他的命 嗯 他熱心小组 先后呢 为了居民解决各种困难 七千多件 嗯 是吧 调解各种民事糾纷 六百多件 嗯 开展公益的活动 七千多场 嗯 是吧 他现在呢 当时呢 他是会族人 在导侠 在导侠 导侠 他们那个叫吴忠氏 他当初的资源者 只有七个人 嗯 七个人的资源者 我们叫做移工 七个人的资源者 发展到现在六点五万人 嗯 厉害了 真的 真的 这是吸引力 现在六点五万人 吸引力 哇 这就是影响力 这些人过来帮他们一起 他们做什么 做雷锋 可能香港人不一定知道什么叫雷锋 雷锋其实是五多年一个人 一个人名来的 这个人代表什么呢 助人为乐 嗯 就常常都帮人的 就是 又是将自己的钱 又去资助别人的 这个人 嗯 那他 他退休之后呢 他一直还在这儿做 还在社区在这儿做 照顾那些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 总之就是 在整个 他这个区委会 个个都说 就是说这个人 就是 厉害 就是不得了 嗯 就是这样了 嗯 那他呢 就 不是很多 一些这样的 风光的遺跡 嗯 但是他每一件事 影响到每一个家庭 是一件很小的事 可能就令到 当时人对共产党 嗯 就是人家说 这个就是党员 这个党员 就是 常常帮那些孤寡老人 照顾他们 以及 他帮人去买月 又整 就是 就是 熱心去为人民做事 嗯 嗯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就是普通都不普通的人 嗯 嗯 嗯 就是拿到 一个勳章 因为他真真正正 就是做到一个 共产党人 他们应该做的就是 不为自己 什麽都为人家 嗯 怎样都想帮人家 有时候我跟他们说 我说 其实 虽然说共产党是 唯物主义论 就是他 他跟一般宗教不同 但是呢 他们的党员 就好像我们 常常 如果信佛教 就是叫菩萨行 嗯 对吧 没错 就是这些人 嗯 就是 不断去 去帮人 那 共产主义 就是极乐世界 嗯 就这麽简单 就是将佛教这些 这些这些 遗心的东西 变成一个事实 是在我们现实的社会 实现了 那麽意思 嗯 那你一样 你极乐世界 譬如佛教 佛的境界 你都要不断 很多人要有菩萨的行 有菩萨的心腸 嗯 而悲心你才可以做到的 嗯 那他这些都有慈悲心的 他没有慈悲心的 他没有慈悲心什麽做到的 说真的 你家里出事关我鬼事 是吧 我在吃饭 但是你突然打电话 说 我家里包水管 你过来帮我看看 鬼事 你什么 但是我在吃饭 嗯 但是你菩萨不是在妈 为什麽去帮人 因为他以帮人 为自己的使命 就是所谓的不忘 初心奴迹使命 使命就是为了人们服务 人家有善意去帮 是吧 就是这麽简单 嗯 嗯 没错 这个是绝对需要的 我觉得 因为对于 就是我们不是说 一些做了很多封工伟绩的人 才值得拿这个勋章 而是在平民老百姓那里 真是在基层上去服务的 就是一路一路在这麽做 这些是 就是我们说是 不是很明显的英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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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一定要做了什么大事 才可以去做到的话 就是才能得到这个勋章的话 其实这个勋章 反而突显不出它的真正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就是我自己个人有这种感觉 对不对 是啊 好 非常棒 接着 接着来 那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 叫 埃外国 埃外国 埃外国是湖南人 很直接 那他为什麽 他拿这个勋章呢 他其实是什么 是一个工人来的 他做什么呢 是电刊 是刊工来的 因为我还没做 我不知道什么叫电刊 总之是刊野工来的 那这些工 其实工人 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 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 是吧 他就是做电刊 只不过这个工人 即使做一个最基层的工人也好 他是什么 是一个爱干敬意 敬意精神 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 他30年 如果一天 以当工人 就要当一个好工人 是吧 就是我们做事一样 就是你做什么位 你要做到极致 我虽然我是做了工人 或者我只是电刊 行一样东西 我都做到极致 做到极致 最后呢 他是一个电刊里面 做了一个专家 做了专家 因此 他还要教别人 怎么去行 就是变成一个 就是做一个电刊工 都做成一个极致 人家叫他做汉神 汉狼 哇 韓界第一劫 做这些东西 都是做到极致 出名 是吧 所以这个就 很少看这些小事 每天就是做电刊也好 是吧 他都要寒出自己的水平 还要什么呢 不断去研究 他又攻克了很多 汉字的难题 是吧 人家叫他什么 叫他干铁的缝银大师 干铁就是铁啊 干铁的缝银大师 缝铁的缝银大师 缝铁的缝银大师 做得很好 就是多厉害 就是你钢铁不是煲 就好像缝银那麽多 把你缝好 所以这个人又很出名 他又攻克了很多那些难关 以及写了很多的论文 他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 在一个很普通的崗位 你是共产党员 你要认认真真做好你的工作 我们讲了 刚才我们上一场都讲到 那个党长委积极工作 你要很积极去对待你这份工作 你将一件很小的事 都做到极致 做到极致 做到卓越 那你就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嗯 嗯 没错 这个是 绝对是的 很小的工作 但是你可以逐到极致 符合了上一集 就是西文卿所说的 是不是 你要是先进者 你不是一个 你跟从者 你是完全做到 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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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共产党员都说 他们是金元祖的螺丝丁 嗯 为了这个国家的大厦里面 天砖天牙 天华 哇 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天砖天牙 嗯 没错 绝对 接着我们下一个 就叫石江银 石江银 嗯 石江银是哪里呢 展西人 他七三年是入党的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个自沙造林的模范代表 嗯 因为在陕西那边黄土地 再过一些就是一个沙漠来的 嗯 当时这个地方是一个荒沙 那些地呢 那些土地呢 那些土地呢 太咸了 嗯 简单来的 简单来的 这些地方是种不到东西的 嗯 完全种不到东西 还有呢 这个沙漠 一直向那个城市推进 嗯 所以他在这里 物物物物去种一种树 嗯 种树 种树 他将这个沙漠 变成绿洲 你好像 阿爹哥看过那个 有个纪录片 是不是 就是沙漠里面变成 变成森林 就是大陆才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沙漠变成森林 就是种树 那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用40年 不是一年半年 是40年 在什么呢 叫做无数沙漠 南面 就营造了一条 超过一百公里的绿色长城 嗯 由沙区的群众 嗯 脱贫致富 嗯 就是除了 将这个恶劣的沙漠环境 嗯 自理到之后呢 他还带领这些 那一大的人民 那些群众去脱贫致富 嗯 脱贫致富 真是不容易 你想想 他当时呢 20岁的时候 你想想 1984年20岁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 立下这个志愿 他一定要将这个沙漠 鎖住他 嗯 一定要将附近 就是他们的乡村 这种穷根 就是贫穷这个根 一定要拔除他 嗯 他当时二十 就是三十多年前 有这个理想 和这个信心 因此呢 他是怎么样 他当时是在一个农场 做那个场长 嗯 是当官的 他都去这个 这个农场场长 全家人 搬进了沙区 就是沙漠区 嗯 当时成为什么 全国承包 移沙第一人 嗯 因为很多人承包 那些农田 耕种 承包山林 去种果树 嗯 承包那些沙滩 承包沙漠 是不是 人家说傻的沙漠 就是什么做 是 整堆沙漠 哎呀 你去承包他 傻家家 全家人去承包他 是 谁知道在这个 37年之内 在这37年来 这个 这个 石光银 他就承包这个 荒沙 荒滩 承包了22.8万 嗯 很厉害 嗯 22.8万 不是22.5 22.8万 嗯 而且已经治理了 19.5万 嗯 而且他 中了多少棵树 中了多少棵树 2000万棵树 不是2000棵树 2000万棵树 是2000万棵树 深奸细作啊 是吧 是啊 真是厉害得不得了 他不但如此 他当时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之外 他还总结一套 层之有效的自沙方法 嗯 所以经过他治理的沙漠的 那个 那个 臨草覆蓄率 嗯 打到65以上 嗯 所以现在他专门去 去什么 去 去将那些沙漠 变成森林 是吧 是吧 如何去种 用什么物种 是吧 如何去用什么模式 去搞它 是吧 是吧 接着呢 他还组织了 207户農民 不是207个 就是207家人 嗯 组成了 嗯 全国第一个 叫做農民自沙公司 嗯 公司 嗯 综合开发 多热兵具 嗯 接着又开始 做一些什么呢 做一些 生态 旅游啊 慢慢慢慢 就将他们承包 这些这样的沙地 建屋下给他们住 打水井 分口粮件 帮他们走上智库路 而且呢 他还组织八十多位农民 去做什么 做些野校 在沙区里面 建学 建学校 这些全部自己拿钱啊 嗯 不是国家给的啊 就是他 在沙区里面 建的那些 屋被人住啦 在沙区里面 建的那些 那些学校啦 全部都是他自己 嗯 全部自从他打水井 你知道那些 那些沙漠地方是 很少水嘛 他打了一百六十 口井 嗯 从此整个沙漠 就变成了一个人间的光纜 这个叫闪不的光纜 是吧 嗯 是啊 没错 用了四十年 你想想 四十年 因为我其实 对于整个自沙的工程 我都很留意的 因为我之前有教过学生 其实沙漠化问题很严重 是 那其实呢 是 我们看到根据 根据现在的资料显示的时候 全世界呢 都是沙漠化 但是呢 偏偏 中国呢 就将陆地呢 拓展了 不知道 3-6% 我不太记得 真实的数字 嗯 尤其是自沙工程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嗯 所以的时候呢 对啊 对啊 石光银 这个行动呢 其实正正印证了 中国的自沙工程 就是我们 现在在北京 其实有些朋友都说 喂 现在的风沙 真的少了很多 就是自沙工程 其实做得非常之好 还有的时候呢 是用一些方格的技术 先种了一些汪草 下去 之后慢慢等它捉住一些泥土 然后 然后逐步逐步 那时候呢 去令到 这个地方 是变成多样化的树林 不是单一的树林 嗯 所以这个工程是非常之浩大的 那我这个是很深刻的印象 那 这些这样的人士 其实的时候呢 是真的值得拿七一分章的 尤其是共产党人 是呀 是呀 完全是呀 是呀 这个是极之伟大的攻击 是这样的 这个石刚银 这位党员 当时去的时候 是一片沙漠 什么都没有 到现在 去那间公司的资产 已经达到一亿 是的 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呢 习国造立自沙 养殖 种殖养殖 旅游观光 科技示范 龙公木木 即是畜牧原 龙公木 唯一体的大型绿色庄园 是啊 很厉害 那时候 是满地的石头沙 现在变成一个庄园 还可以资产过一亿 大陆 是啊 所以的时候 多难得 共产党 共产党 共产党人 不是窮人 是有能力的人 你想想 这样可以 都赚了这么多钱 但是赚了这么多钱 不是为自己 他是帮助了这些 有几百户的农民 是不是 嗯 没错 在公司工作 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分红 一起得到智库 嗯 是不是 嗯 Dalee哥你说得很对 因为自沙不是做其他生意 你早期的投入 比人家大 而且你看不到 那个回报 而且不知道行不行 最大问题是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最大问题 你一定要 如果你从商业角度 或者生意 你是做不到这些生意的 他真的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为了把这个沙漠治理他 我希望 不要过五年十年之后 我们中国的国土越来越少 因为你是从西北的沙漠化 慢慢慢慢亲食了我们的国土 嗯 他还要在这里开发种植 开发一些田地 是不是这么说 就是真是一个 哇 真是能人 你想想 当时有时候我看这些人 就是堵入去 当我是他 站在这个沙漠 两天我已经死了 没错 完全是 哎 真的 因为整个工程 你要有硬力啊 你要不怕失败啊 我相信呢 这个过程里面 遇到很多困难和失败的 因为从来 从来 没有人可以自杀成功的 我们的沙漠化 其实是非常之严重 全球的沙漠化 但是 现在竟然可以做到呢 我觉得是非常之难得啊 还有这个公职的时候呢 是可以 令到世界人民变得更加好 是因为你生活很重要的嘛 你被沙掩盖了 那你还做什么呢 你是没办法做的 还有西文兄啊 我想我太看少了你了 我想 29个人呢 我们要分开几集才可以做到 哈哈 你绝对 就是绝对 没有可能 一集里面做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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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不觉时间过了 哈哈 不知不觉真的 现在四五十分钟 不如我们分开几集去做吧 好吗 好啊 那你又不用那么辛苦 因为原来里面呢 是牵涉到我们各行各业里面的一些 很平凡 但是呢 亦都很珍贵 很伟大 很伟大 平凡而伟大的人 没错了 这个呢 其实呢 我们真的要细细地说 我就觉得是对的 你这样说法呢 是令到大家都知道 还有的时候呢 一次过说完 实在是太累了 我也知道你 哈哈 因为你是要搜集很多资料嘛 那不如我们等下一集 再去讲 就是每一集里面 我们今天总共讲了多少位呢 我先看一下 今天我们讲了一二三四五六位 是的 六位 是的 我们每一集 讲六位左右 有几集讲完去 其实里面呢 还牵涉着什么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自己个人看到的就是 牵涉到呢 就是说整个国家 这数十年来的发展 在各行各业上 还有在工程上 给大家了解到 在一些行业里面的表表者 这些人呢 其实为了共产党服务之外 其实最主要呢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很值得的 不是讲人物 不止人物 那个人物 其实就代表了 共产党的精英之外 还代表了 国家在 这么多年以来 究竟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处理什么 有战事 有很简单的 刊接人员 社区服务的人员 是吧 我相信很多网友 是很想细心的 听下去 好吗 好啊 最重要的是精神 我们说 有时候 为什么我们对 中国共产党有兴趣去了解它 就是希望在里面 学到精神 不一定说我们是不是党员 我们是做一个人也好 或者我们对待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我们的事业 只要我们有这种精神 我们都会成功的 嗯 没错 这个绝对会是 深奸细作 简单来说 四个字 一步步去做 好吗 今天时间就暂时到这里为止 多谢 好吗 感谢 感谢三文兄 多谢你 各位观众 拜拜 晚安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